它應該是由於攝像機在取樣的時候 它並不是嚴格地連續地在取樣 它在補揍畫面的時候 總是一針一針地在補 每幀画面之间 它有一个时间间隔 这样一来 这个第一幀画面 假设捕捉到虫子的一个画面 等它捕捉第二幀的时候 虫子已经往前移动了一点 这样一来 相当于捕捉到第二个画面的时候 虫子又向前移动一段 再捕捉第三个画面又移动一段 这样就形成一个间断的 一个小节小节的这样一个画面